更换规格的时候就把原先的那些纸盒先拿出来 然后再检查一下你要更换的规格 更换规格的纸盒 它工艺有没有问题 比如有没有粘胶啊 有没有能不能正常把它开啊 把我们新的纸盒放进去的时候 它这个盒架就会松动 所以我们要调先调它的长路 松这两个螺丝 然后对面也有两个 然后就这条往里面说 然后差不多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宽度有点宽了就从这里 就这个 两根了 要松掉 然后下来 大概这样手 动一下 差不多一个 再调 再刷进它 还是先刷进 就可以了 然后紫盒 它固定在这四个脚肠上面 它不会掉落 然后上下可以滑动 一条这个吸盘的位置 和架上位置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要把它这个吸盘 这边 要带它这条线 无线贴进它 这个位置 拿一个六号 背六条 从这个螺丝 调它前后 这样转到五条 现在这个吸盘位置 跟那个指额位置还有一点距离 然后我们就 搓屏那里 调试模式 点动 慢慢点动 然后在触摸屏上面 点这个调试模式 点这个细盒 好 一下来 好 好 好了 惹怒 好